能够达成 我们应该可以在2011年 就是执政三年之后 把台湾的平均国民所得 提升到2万美元 2万美元 这个日本跟新加坡早就达到了 如果目前韩国的成长不变的话 它应该在年后年就可以达到了 它去年应该已经有1万8了 那么实际上 台湾是在1992年达到1万美元 像新加坡甚至于日本香港 他们从1万到2万 花的时间都不到10年 而我们从1992 如果能够在2011达到2万的话 是花了19年 重点就是在从2000年到现在 我们在原地踏步 绝如溺水行舟 不进则退 别人都在前进 我们不进 自然而然就落后了 所以我们的赚钱能力比别人差 我们的竞争力当然就比别人差 经济成长率的比较 对2000空一年这个时候 变成是2000年做总统 那么那时候台湾是 经济成长率是这样 4.6 3.5 6.2 4.1 4.7 4.4 这几年大概平均大概 我想大概4左右 那么新加坡是 互2.4 4.2 3.1 8.8 6.6 7.9 5.5 我们应该这样讲 就是这个后半段的新加坡 比台湾要强 这属性 南韩呢 南韩3.8 7.0 3.1 4.7 4.2 5.0 4.6 我想它也跟台湾差不多 香港在前面比台湾差 但是在后面表现比台湾好 8.6 7.5 6.9 5.3 这是经济成长率要给大家看 那么请大家再看以失业率来讲 失业率台湾呢是4.6 5.2 5.0 4.4 4.1 3.9 3.8 还是高档但是一直在往下降 新加坡2.7 3.6 4.0 3.4 3.1 2.7 2.9 整体印象是新加坡的失业率比台湾要好 再看南韩4.0 3.3 3.6 3.7 3.7 3.5 3.4 你可以看到南韩也比台湾略低失业率 香港就稍微高了 5.1 7.3 7.9 6.8 5.6 4.8 4.2 所以失业率我们其实是输给新加坡跟南韩 但赢过香港 经济成长率跟南韩是差不多 但是跟新加坡香港是后半段是差的 我们再看这是物价 物价台湾是0.0 负0.2 负0.3 就是物价其实是反而往下跌不是往上涨 这里就变成1.6 2.3 0.6 0.9 台湾的物价控制老实讲算是很不错 新加坡是1.0 负0.4 0.5 1.7 0.5 1.0 0.5 我们可以说新加坡物价跟台湾控制的差不多 南韩就麻烦了 南韩是4.0 2.8 3.4 3.6 2.8 2.2 2.1 所以我们可以说台湾的物价控制跟新加坡差不多 但是比南韩好很多 香港的物价跟台湾也差不多 负1.6 负3.1 负2.6 负0.4 1.0 2.0 1.6 所以我现在要请教大家就是说台湾是全面的书 很惨吗 我先请教一下利语 甘事有什么样 我这样说 因为我韩国刚好他在金融风暴的时候 NF介入 再来韩国外汇存在几乎没了 花了一样存在没多少钱 我那时候正好在韩国采访 确实看来说韩国人那时候 我们台湾的钱地方很好用 然后如果说现在我们看到最新的新闻 是说外汇存在已经跟我们接近了 对 跟我们接近了 也不过才十年 十年前 十几年前 韩国是真正是陷阱 NF要介入 但是就是十年 它可以 外汇存在可以稳定到跟我们接近 我们现在还是全世界第三名 但从这一点我们不免要讲说 好 那到底台湾这几年出了什么问题 例如说我们的外汇存在从以前所谓的 全世界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了 它就是都维持在这 你差不多那个所持的感觉收起来 觉得台湾到底真的这几年有贏人吗 我认为不一定贏人 有输人吗 也没输人 没输人 因为你要怎么说 例如说这中间的数字其实看得出来 国家是有成长嘛 但是它背后的数字是值得理解的 例如说你有经济成长 但是我们要看我们的这种薪水阶级的 我们的授薪阶级 各位说我们的所得有没有增加 一般薪水阶级的所得有没有增加 我们做这个比较 如果经济有成长 企业家有赚钱 但是我们的这种所谓的授薪阶级 领薪的领白领阶级的人 我们的薪水没增加 那代表了什么 代表了资本家 他的所得越来越高 我们的所得没有增加什么 像这样的位置 事实上是贫富差距的一个经济条问题 我觉得台湾的问题 其实不是在它的竞争力输人 而是我觉得是在